這是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過往5天大戶100萬 現在首的有三成 沽出有六成 今天扭轉形勢 有七成左右 是100萬大手買入的 主要成交金額在24元 和14.1左右 很窄的範疇 在圖表上的走勢 你看到周線圖上 大手買入 挑戰保利亞通道的上軸 留意這件事 這是否一個十字星 因為之後會上升 真正要留意 在今天要站在保利亞通道 周線圖上的上軸 23.8才比較好 今天正在做24元 所以23.8 如果這樣站好 就可以想得到 在這方面 你看到裂口上升 上面是24元左右 可否今天追入 我的看法就不太好 因為它可能跳完之後 就會有一支陰燭下來 等明天再看 如果真正再彈上去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去看看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會看 要升破了 這個上升通道 這裏 這個升破之後 還要有一件事 它今天最高24.4 如果升上去之後 想要24.5 我就肯去買了 當然 如果它跌下來 那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跌下來 保利亞通道的中逐 22.7 當然也可以買 不過我自己說 如果它今天追上去的話 我自己追它上去 因為你追它上去 就像這樣 你升給我看 最主要中興通訊 今天之所以彈升 是因為業績好 它能夠彈那麼多的話 是代表 市場上面之前 是沒有那麼看好它的 這個屬於是冷馬 爆冷格 爆冷格的時之中 應該要等它回一回 再看回它 既然爆冷 不要只爆一天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